宝典16A是配合继续词after或者是into 第一个常用的look after照顾 它可以等于take care of 但是照顾跟这个很容易混淆 take after是跟某人很相似 所以这个要特别留意 跟某人相似可以等于resemble 或者是look like后面加人 所以这两个look after跟take after 是第一个要留意的地方 第二个run after是追求追赶 通常我们是用在追求 追赶可以等于chase 像追狗你就可以用chase a dog 追小偷就chase a thief 那么追求女孩就是用run after a girl 下去我们看第七个 name什么after某人 name是当动词用命名 后面是接一个桥梁啦建筑物啦等等的 一个东西 把这个桥梁命名为什么 把这个塔命名为什么名字 所以这个name什么after某人 就以什么人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建筑物 我们看这里有一个例子 the school这个学校 decide to name the new library of the donator donator是指捐钱的人 赞助的人 学校决定要把这个新的图书馆 命名是以什么命名呢 以donator赞助者捐钱的人的名字来取名 这个是name什么建筑物 after某人以某人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建筑物的意思 第八 run into或者是run across 是偶然遇到某人 这个偏语不容易懂 但是很重要 run into run across 偶然遇到 不其而遇啦 现在看一看活学活用 第一题 I什么an orphan 一个老朋友 at heathlow heathlow是英国的这个西斯洛机场 什么时候 while I was traveling in England 就是当我在英国旅游的时候 我跟我的一个老朋友在西斯洛机场呢 不其而遇 所以这另外一个句子是过去 过去的时代 所以前面应该要用过去式 这一点倒是我们要留意 不要疏忽掉了时代 尤其是两个句子出现的时候 因此答案是用run into 或者是run across 再来我们看第二题 无疑地 照顾年内的双亲是子女的责任 无疑地我们先写 用副词放句手 那就un doubtedly 我们如果把照顾 looking at用动名词当主词 也可以 不过动名词当主词 可以改用it is to的句型 老师觉得用一定是to的句型会比较漂亮 那这个要交叉一位 把这个答案写出来吧 it is 那是子女的责任 那就我们可以这样子 children's责任 原文就是duty 比较简单 你要写responsibility 那比较很长 不好写 我们是利用一个形式主词 虚主词的一个句型来翻译 好 这件事情是孩子的责任 什么事情 后面配不定词to 答案就要是用to look after 照顾年迈的 爽情 好 年龄 大了 英文就是可以用age的 老迈的 爽情 parents age的当形容词用 这个 已经到冒蝶之年七八十岁 我们就可以用age的 我们再看第三题 照顾是用look after 他不专心读书 不怎样 反而怎样 这个英文是很重要的一个片语 就叫instead of instead of就是取代的意思 好 他用追女孩子来取代专心读书 那么另外我们就可以翻成不怎样反而怎样 就是instead of 现在我们把答案写出来吧 取代instead of instead of 专心读书 专心读书 英文就是concentrating on 这是介细词 所以后面用动名词 那么 他的课专注于他的课专注于他的课专心读书 这是前半段的一个片语 用instead of 那后半段是句子 要先写主词 he spend 花时间 我们可以选花很多时间 much time 花时间 spend出来了 后面是要接动名词的 所以要spend much time 追求女孩子 running after girls 我想追求女孩子 这个含义应该不是说只有追求一个女孩子 那么看到这个又追求 看到那个又追求 所以女孩子我们写复数会比较贴切 那个running after就追求 注意spend后面要加ing 好这是第一个 介细词后面也要加ing concentrate on 好吧 这是16b 配合act into的一个宝点